您好,这里是张明视野 恒大的受害者目前还在中国各地围攻恒大各地的地方总部 甚至活着了越来越多的地方老总 同时在深圳从四面八方赶到恒大总部的那些受害者 也连续对恒大总部发动攻击 据说已经多次占领了或者冲进了恒大总部 而且最新消息表明这些人英勇顽强 已经成功占领了徐家印的办公室 徐家印据综合各种消息来看 目前并没有戳逃,依然还在中国 而且可能就在深圳总部的某一个部分 或者说在附近的一个豪华酒店 徐家印的问题实际上是让中共非常难堪的 前几天有一个五毛的言论颇有代表性 曾经广为流传 他说现在整个国际社会都在看恒大的笑话 他说如果是中国人的话 应该就站在爱国的立场上 对恒大要采取宽容的态度 而且他甚至号召中国人民 每人出一千块钱来挽救恒大 这种思路是可笑的 因为你今天挽救了恒大 明天就要挽救万科 后天就要挽救万达 要知道恒大是中国腐败企业的代表 恒大是中国经济的象征 他的特征就是诈骗 采用诈骗式经营 采取一种恶性竞争 而且是罪恶性的竞争 这种罪恶性的竞争体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个是无底线的勾结官员 共同危害整个社会 欺诈整个社会 第二个就是放高利贷 也就是采取应征止渴的模式 无限制的借钱 现在一般认为恒大负债是两万亿 已经超出了 就是上次导致2008年 次贷危机的麦道夫骗局的三倍 但是这只是表面的债务 事实上恒大的负债 也许有五万亿 也许有十万亿 你作为中国根本就填补不了这么一个巨大的窟窿 为什么呢 因为他的大量的欠债都是隐性的 比如说他本来应该支付给那些建筑商的钱 因为他利用他跟地方官府勾结 这笔钱一直压住不还 寻找各种借口不还 而地方政府法院拿了钱了以后 不给他做出判决 就此事 就这样的事情 成千上万这样的案例 拒绝做出判决 然后这个案件就一直压着 因为地方官员通过把这个案件拖着 就可以从恒大那个地方不断地得到贿赂 所以他们也乐意这样压着 第二 恒大当然还有一些更上层的说情人 来帮恒大掩护 还有恒大的供货商 还有恒大的这个大量的各种各样的 就包括他内部的各种基金的投资 而且呢 他恒大延伸的公司有数十个之多 可以这么说 每一个公司都像是一盘一个巨大的 这个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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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一个绞肉机一样 把大量的利益给卷进去 然后输送给徐家印 而徐家印呢 正是用这些钱呢 无限制的扩张 创造了一个这个恒大神话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窟窿呢 是谁也填不起的 其实呢 中共过去这十几年来 一直在犹豫着 是不是要斩断对这个 房地产企业的这种 无休止的供应 因为它占据了中国几乎所有的信贷资金 实际上它已经绑架了整个中国 现在中国呢可以这么说 已经站在一个十字路口 应该这样说 无论朝哪个方向走 都是难逃崩溃的命运 如果继续救援恒大 那么中国的这个通货膨胀 将会进入恶性阶段 也就是说呢 政府只能通过大量的发行人民币 来解决类似恒大这样的 成百上千的上市企业 或者巨无霸企业 或者央齐的困境 如果拒绝援旧的话呢 那么恒大破产呢 将会导致数百万人 这个受到伤害 同样呢 这个产业链条呢 可能牵涉到几百万人的这个生计 也就是说几百万个工作岗位 就因为恒大破产 一夜之间消失 这绝被伟言证听 所以说呢 恒大实际上的命运呢 就是中国经济的命运 所谓中国经济腾飞 很快将被证明 是一场恶门 它不仅是人类的一场恶门 因为人整个地球的环境 遭到了中国经济的恶意的破坏 它更是中国人民的恶运 因为再也没有人相信中国经济了 再也没有人愿意像给中国 像过去那样给中国提供技术 提供资金借贷了 没有了 因为恒大破产呢 也将伤害大量的国外投资者的切身利益 另外一个事情呢 就是关于这个 以色列注射疫苗的这个后果 我们现在呢 在网络上都能看到 有很多人反对这个注射疫苗 而且呢 似乎势力强大 而且呢 很多人举例的都是以色列 因为以色列呢 是最早大面积的 接种美国疫苗的国家 而且呢 因为注射的比较早 面积比较大 以色列的疫情曾经一度取缓 但是最近呢 却开始回头 于是许多反对疫苗的人 就说了 你看看 以色列已经证明了 注射疫苗没用 甚至可能有害 另外还有一种言论呢 说辉瑞公司呢 曾经承认以色列 是他们疫苗的试验场 好像以色列人都成了 这个疫苗公司 美国疫苗公司的小白鼠 但是呢 最近我看了一组数据 所以呢 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目前为止呢 以色列仍然保持着 疫苗接种水平的最高记录 就是除了这个儿童 不易接种的儿童之外呢 83%的以色列人 已经接种了疫苗 只有17%的人 还没有接种疫苗 儿童呢 不接种呢 是因为儿童不需要接种 因为儿童自身的免疫系统 足够强大 即便感染了病毒 一般也是没有什么症状 更不会出现重症 成年人在接种了疫苗之后呢 当然并不意味着绝对安全 照样可能感染 甚至呢 照样可能 就是患重症 甚至可能死去 但是呢 跟没有接种疫苗的人群相比 未接种疫苗的重症患者 是接种者的15倍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注射了疫苗的话呢 你感染重症的机会 就是只有 未接种者的15分之一 而死亡者呢 这个 未接种的人 更是 已经接种了人的45倍 也就是说呢 只要你接种了 这个美国的疫苗 你的死亡的可能性呢 比那些没有接种的人 只有45分之一 这是一个重大的区别 我们知道 人的健康 有多种复杂的因素 我们只能讲究一种 几率 就像感冒过去 都能够造成 0.2%的伤亡率 但是呢 人们都不太在意 因为什么呢 这个比例太低了 危险性不大 现在呢 就是以色列的情况 充分证明了 感染 只要接种了疫苗 你感染的机会 大大降低 重症的危险 大大降低 而死亡的危险 更是直接了当地 降低成 降低了45倍 也就是降低成 每注射疫苗人的 45分之一 而且呢 据网络消息呢 以色列57岁的 反疫苗领袖 已经死于武汉病毒 而美国五个 最著名的反疫苗名嘴 目前已经有四个人上升 所以我认为呢 尽快注射美国疫苗呢 明显的 可以使你本人 和你的家人 以及社会 更加安全 还有呢 为什么广泛注射了 美国疫苗的 以色列英国和美国的 感染数字都有所回头呢 其实很简单 因为注射疫苗的人呢 往往就对自己 不再有任何限制 疫苗并不是 能够百分之百的 保证你不感染 而这个 现在注射疫苗的人呢 广泛恢复了 正常的生活 接触了各种各样的人 所以感染的机会 毫无疑问 会大量增加 传播的可能性 也会大量增加 所以说呢 造成了 这个疫情的回头 但是这没有什么 美国其实也发生了 类似的事情 现在美国的 每天的感染 人数呢 正在逐渐降低 也正在经历着 跟以色列 跟英国 类似的状况 以色列它为什么 在全世界 第一个 急急忙忙的 注射疫苗 而且大范围的注射呢 原因非常简单 因为五百万以色列呢 生活在几亿敌对的 阿拉伯人中间 这个世界上 还有另外敌视 他们的十几亿穆斯林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他必须要保持 自身的强壮健康 充分的社会活力 也就是说 他的商业活动 不能够停下来 他的基建活动 也不能停下来 他的军事 他的集结 政治活动 都不能停顿 都不能陷于瘫痪 因为否则的话呢 这个国家呢 随时可能面临危险 尤其现在是 塔利班的胜利 毫无疑问 鼓舞了阿拉伯人 伊朗人 以及十几亿穆斯林 消灭的信心 他们觉得更有把握 消灭了几百万以色列人了 所以呢 以色列人呢 就是说呢 把所有危险都自制度外 率先大面积注射疫苗 现在看来呢 是正确之举